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国家跳河了 所以老百姓就做粽子 要喂鱼 为什么 希望他们不要去吃屈人的身体 那为什么要做龙船 因为在龙船上面点金 希望他们找到屈人的身体 能够来去安葬它 所以它的动机就是一种爱 慈悲 所以对屈人也好 对鱼也好 都平等 对活的人也好 对往生者也好 不如父母祖先 我们都要超度它 所以现在你看有这么多 Go Vegan 过一个慈悲爱的节日 那当然我们不要制造痛苦啦 大家要吃素 而且你看 哇 做得这么好吃的粽子 妈妈所做的 为爱我们的人所做的 所以冬五节 不要忘记吃粽子的时候 要培养我们的慈悲种子哦 我们才可以圆满菩提的种子哦 希望大家发挥端午节这种意义 包括潮儿的爸爸往生了 哎呀 他为了救爸爸而跳下河里面 救出爸爸的身体 大家纪念潮儿也大量的布施种子 所以希望鱼可以得到食物 往生者可以得到超度 但是无论如何 拉回我们现实的生活 希望各位吃素食的种子 身体健康 精神好 有爱心 爱家人 爱社会 爱世界 然后大家 让整个世界 永远在冬五节的爱里面 祝大家健康 充满爱的生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